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 自古就是客家人聚聚的地方 76岁的张金泉老先生就是客家人 15岁开始学艺 长出61年 是一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 三杯鸡的传承人 今天一大早 张老先生就出门了 他要前往县城20公里外的时尚镇 参加一次重要的聚会 正月15 为了庆祝镇上的南丁出生 人们都要返回家乡 进行一年一度的丹丹仪式 天一丁 点一丹丹 把亲朋好友送来的爆竹 用竹竿串好 放到各房祠堂的门前 即时一到 六间磁堂的爆竹同时点燃 尘埃落定 人们返回自家的院子 等待接下来的大快朵仪 节日的烟火器从空中汇集到灶台的炉火里 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 围坐在一起吃顿饭 才算是一时的最终完成 看着熟悉的战场 张老先生自然也掀不下来 他打算用宁都的传统菜 三杯鸡 来缓解漂泊归来的人们 积攒了一年的乡愁 鸡鸭鱼肉 鸡居首位 在农村 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 宁都当地出产的三黄鸡 是制作三杯鸡的主要食材 辉黄 羽黄 爪黄 未曾产淡的紫鸡 肥美柔嫩 用来制作三杯鸡最为合适 把整鸡切成小块 放置在砂锅里 接下来 就要放置三杯重要的调味料 这也是三杯鸡名字的由来 最早人们制作三杯鸡时 使用植物油 是因为植物油脂 比动物油脂更易获得 而且健康 加入酱油 提供了咸味 同时它还要在接下来的烹饪过程中 扮演调色版的角色 最后加入的是一杯米酒 酒应该是人们利用微生物的最早的案例了 蒸熟的糯米拌上酒区 三十六个小时后 和一千多年前一样 香甜的米酒 最后总是如约而至 土造 木炭 砂锅 非以美食的传统技艺 使用的都是最接近自然的烹饪方法 接下来决定命运的 是中国烹饪中最近乎玄学的部分 火喉 在炭火的加持下 植物油开始升温 溶出鸡皮下的鲜美油脂 酱油带着咸味和颜色渗透进鸡肉里 米酒和肉中的脂肪进行脂化反应 渐渐生出独特的方向 食物让人们的情感得以释放 心理诉求得以满足 人们怀念某种味道 其实是怀念某段美好的记忆 大多数时候是来自家乡的记忆 并不繁琐的烹饪技法 让客家人能够带着三杯鸡的味道 向南方迁徙 时至今日 客家人把美食文化传播到了全世界 他们所打造出的风味 承载着客家人客乡为家乡的精神 并且形成了一种叫做文化的部分 得以口口相传